台东县池上香18日下午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 但震度为三级的桃园市 却经船刚完工的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天花板倒塌 造成一位民众受伤 有绿营支持者指出 责任该由负责发包五楼灯光改造工程的救国团负责 救国团主任葛永光驳斥 天花板掉下来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是灯具改善的问题 他认为应该是桃市府工程营造监督不周的问题 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团也要求市府 针对全市公共建筑物全面总体检 保障市民安全 巴德天花板他落非正文灿责任 救国团回应了 台东县池上香18日下午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 但震度为三级的桃园市 却经船刚完工的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天花板倒塌 造成一位民众受伤 有绿营支持者指出 责任该由负责发包五楼灯光改造工程的救国团负责 救国团主任葛永光驳斥 天花板掉下来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是灯具改善的问题 他认为应该是桃市府工程营造监督不周的问题 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团也要求市府 针对全市公共建筑物全面总体检 保障市民安全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葛永光表示 天花板塌落是整个工程的营造问题 或是灯具改善造成 可透过鉴定了解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是因为灯具改造造成 救国团愿意负责他也强调 桃园市运动中心的问题不少 不只是巴德有问题 以救国团受托营运管理的桃园国民运动中心为例 到现在游泳池都还不能使用 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团则炮轰 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刚启用 只不过遇到三级地震 羽球馆整个天花板就崩塌 这明显是一项严重工程品质瑕疵 事后市府还企图推卸责任 将问题导向救国团 称是厂商更换灯具所造成 他们要求由第三方专业单位找出羽球馆天花板崩塌的问题所在 而非由市府自己检查 自己回报 巴德与球馆天花板崩塌影片在网络流传 严重伤害桃园市整体形象 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团强调 这已经造成外界认为桃园建设做得很烂的印象 市府应全面检测 避免再发生憾事